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身份证的牦牛肉天管 你有了Lost license 然后就有几个别墅 反正到了这个时刻 你是啥也没有了 我又到拉萨了 今天有点颓废 从北京直接飞到拉萨 其实这个应该是我第一次直接飞过来 其实飞过来从低海拔直接到高海拔 头上有点胀疼的 然后我们现在到这酒店 汉鲁者之家 然后这是汉鲁者的一个驿站 这有一个制氧机 你们说我吸氧吗 我觉得如果要是吸氧了 那会不会之后这海拔一到4000多的时候 可能就会有这个依赖呢 那如果不吸氧 其实根据我以往的经验 熬一熬就ok了 事实证明该吸氧 千万不要熬着 根据我以往的经验熬一熬就ok了 朋友们先到这了 我继续吸氧 歇着了 这一次呢实际上是跟随着国家地理 以及江陵福特汉鲁者的脚步 然后开启了一个汉心之旅的这么一个旅程 其实从拉萨抒发呢 我们第一站会到纳曲 然后我们会到比如县 比如呢之后我们会到边坝县 边坝县这块实际上是大家非常熟知的萨布神山嘛 之后呢我们从边坝县会走到317上 就穿藏北县 返回到北县 然后走丁青县 最终呢我们到达昌都 在昌都结束这次的汉心之旅 因为我之前没有看到过萨布神山 所以这次其实能近距离的去接触萨布神山 听中国国家地理的老师给我们讲那边的地理的知识 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ok 那这个行程明天开始继承 我们一起期待吧 我们沿着京藏高速拉萨纳曲段 一路向北 与青藏铁路撇临 路过念青唐古拉山脉 在这里呢可以让你把冰川雪山一次的看个够 远方就是念青唐古拉山 这个唐古拉山呢也属于海洋性的冰川气候 在这里呢其实也是孕育了那木错湖这样的一个冰川溶水的湖 青藏铁路与京藏高速在念青唐古拉山脉的东侧 开着汉路者跟着中国国家地理不走点小众的路线 感觉都对不起中国国家地理的这个招牌 现在呢来到了当行县 当行县这块有一个旅游计算中心 在这边呢有一个有身份证的牦牛肉体验馆 进来了之后呢他有一个这个转经筒 就是他们的工作人员呢说这个一定要转一下 因为这里面是真的有经文的 现在我俩一个血氧 来来来来来我来一个 8710588 心跳太高了 对OK然后血氧88呢其实还是OK的 就是80以上基本都还好 心跳快是因为我刚从楼下跑上了 可是我的壮大还是不错的 OK开始吃小火锅了 在路上中国国家地理的老师们抛出了一个问题 青藏铁路依靠客运和货运到底能不能盈利 先给大家讲个故事啊 在精髓铁路也就是北京出发 途经张家口大同到湖市的这段铁路 1922年建成之后呢连续多年的亏损 当时呢民间学者有很多声音都是及时止损停止运营 而管理者并没有这么做 持续的运营帮助内蒙古地区把羊毛和骆驼 以及牛羊肉的制品可以直接贩卖到北京以及华北平原 而经过北京中转呢又可以把南方的货物运到长城以外的大草原上 看似简单的贸易 在1921年蒙古宣布独立的大背景下 精髓铁路成为了维系内蒙古地区稳定团结的一个纽带 所以呢青藏铁路到底能不能盈利是一个完全没有必要的命题 有这么一个部门在铁路沿线拥有着非常高的地位 那就是青藏铁路护路联防办公室 在修建铁路极为困难的青藏高原保护铁路不受破坏 随时观测地质动态成为了重中之重 每一个寒洞都有着专人驻守 每一公里呢都有一个护路人寻护 在我们如今可以吸着氧坐着火车听着歌 一路去拉萨的时候 有数千护路人在守护着这条天路 保卫着通往西藏的青藏铁路 为中国基建点赞 为青藏铁路护路人点赞 为什么很多人不走川藏北线317呢 大概率是因为没有318变幻的景观和多样的气候组成 实际上317上有很多值得探访的人文古迹 例如比如县的达蒙斯骷髅墙 抵达比如县之前呢 我们从纳曲出发沿着317国道一路向东 路旁的高山草场 有点有好多年前走阿里大北线的感觉 一样的草场一样的沙化 国家地理老师也给我们普及了一些 这边的土地沙化的一些知识 像这种沙化土壤呢 其实原因是因为这边的属兔繁殖的过剩 然后属兔的天敌呢又特别特别少 最终呢导致就属兔在那个地底去挖洞 然后去吃草根 然后导致这个草是越来越少 然后沙化 像这样的情况呢 实际上就是很难再去恢复这样的一个生态了 然后我们现在能看得到的呢 其实就是已经在做一些保护措施 就防止就是牛去吃这些草 然后让这边的草慢慢是得以一个恢复 虽然沿途去参观了很多的寺院 除了对佛教的尊敬之外 也没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而位于比如县达蒙寺天葬台和骷髅墙 应该是最值得一看的地方 听帅气的藏主小哥讲解 让我肃然起敬 那一般天葬多长时间有一次呢 这个说不定的 说说这不定 这个是密室无常的嘛 对吧 什么时候确实了 确实的是这样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 是达摩骷髅墙天葬院 这个地方呢是刚才那个藏族的朋友他说 这一个沟里面有9个这样的天葬院 然后他这个天葬院呢正门 因为是死者为大嘛 所以正门永远是给逝去的人要走的门 所以呢我们所有的人只能从侧门进这样的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是举行天葬的仪式的 然后上面呢大家能看到好多好多鹰了 都是在举行天葬的时候 这些鹰就会下来参与这个天葬的过程 咱们就说看到这个提起盖的这个方块石头 那个是砸碎骨头的地 肉全部吃完之后 然后就剩下了骨头 然后全部砸碎 然后脏霸和醋油混在一起为别吐酒 就是归根结底说 我们就是最后回归于自然 然后就是保留库隆的主要目的就是 无非是告诫活人多从善受作恶 嗯 你在世的时候怎么在也富裕 你有了老斯莱斯 然后就有几个别墅 反正到了这个时刻你是啥也没有了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嘛对吧 对 所以咱们就是保留这个库隆 主要目的就是告诫咱们活人多从善受作恶 因此 看来 是 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